乱截电线两大火烧死房客 违建房东起诉 跟电线走我没有关系啦 对于违建大火造成房客惨死 69岁房东华晨涵 昨天人不断喊约 我要上书啊 看怎么处理啊 这起火警发生在北市南港区 这栋顶楼违建分租公寓 房东华晨涵在公寓四楼顶加盖铁皮屋 用木板隔成11间亚房出租 没想到去年12月28号凌晨 电线走火 火是烟烧到楼上 猛烈大火 吞噬整间铁皮屋 人都下来了吗 应该都下来了 不然你也被烤鸡了 大火造成54岁房客蔡流人 葬身火窟 房东当时还责怪消防队救援不力 你要是拉倒救火的话 就不会这个样子啊 事件引发市长柯文哲震怒 事言拆除北市200多户违建 而案件调查了整整一年 市林地检署认定 是房东在四楼自行乱接电线 才导致电线走火 昨天一过失致死等罪 将房东起诉 这个很愿望 你消防局难道没有责任嘛 这个火灾水源不足救火不力 然后那救救的人员 你消防队人员又没把他救出来 这个问题怎么救救 东新闻台北报道 戴森温馨提示 今日天气转凉 戴森JFocus喷射控流技术 快速均匀温暖全防 戴森JFocus喷射控制